大家好,我是善貴 刚才收拾房子时,找一些东西出来 其实一直都知道他们存在的 不过懒拿出来玩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朋友可能玩过的 一些穿衣服的子公仔 我读小学的年代 就很多这些子公仔穿衣服 那时的公仔就是 陈寶珠、萧芳芳、薛家宴 这些我是早几年 在淘宝买的 外国明星 都不知是谁 我们小时候 还会自己画衣服 给子公仔穿 这两件是自己画的 是中间的公仔 还有我们都会 帮公仔改名 有时未必叫陈寶珠 多数陈寶珠就是陈寶珠 有时都不是陈寶珠 这件是哪个的 不适合的 这件是不是这个的 是的,这个的 因为那时实在买了 都很多张子公仔 找回这套衣服的主人 原来她正在睡觉 那时我们还会 用一些练习宝 做一些床 做一些衣柜 来收藏子公仔和她的衣服 不过现在都不太记得 试试试试试试,想说 试试试试试 這條裙子先穿 我們就是這樣玩自公仔的 還有很多張是未剪的 一張 大家認得這位是哪位的了 第三張 第四張 五 六 好可愛的白兔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這兩張應該是另外的公仔 它有些是一個公仔配兩張紙的 這份 數數一下都忘記自己數到多少張 待會再找 這裏其實是分兩大類的 這個面子是在淘寶買的 另外這些呢 我自己在網上找到 好 接著就編出來 這個面子呢 我應該也是噴了一層 別人畫素描用的保護膜上去的了 那就沒那麼容易摸兩摸就脫色了 那我要勤力點玩一下子公仔先 這些子公仔又不知道會不會 勾起各位的一些回憶呢 這次的分享到此為止啦 下次再見